好了,回到第三節 第二節的時候,我們就說了飛電離輻射究竟有幾種 我們去到第三節,我們想延續先程的討論 我們說了這些輻射,又說它對人體有害 但是當初的發現和我們後來人的量度是怎樣去做出來的呢 當然,如果你說說發現,一定要提到居禮夫人 它是拿了一個放射性元素雷的一塊礦石 經常放在身邊,發覺這些放射性元素的一個礦石 它能夠將一個菲林曝光 我說的菲林就是以前那些菲林相機 一個需要去曬上的菲林 如果沒有光的狀況之下,這個菲林是不會曝光的 我們將它放在太陽上曬一曬 或者將它突然之間給光照一照 就會影響到這個菲林上面的化學成分 就令到這個菲林不同的地方 就視乎它接觸到什麼光 而去擁有表現出不同的化學變化 這個就是菲林曝光的原理 但是再要追問下去了 但是我們的確在後來發現到 就是有一些情況不照光,它照曝光 就是當我們將一些放射性元素 放在這個菲林片上面的時候 這些放射性元素放出來的輻射 這些Alpha、Beta射線 它令到這個菲林上面的化學分子去離子化 整個化學成分改變了 這個菲林就曝光了 所以就會從這件事發現 就是似乎世界上存在著有一些物質 它雖然不是放出一些我們可以看到的光 但是它們都會放出一些我們肉眼看不到的一些射線 它是擁有能量的 能夠將這些菲林曝光 這一個就是講放射性 或者放射元素 這個故事就由這裏開始 到後來就是說 為什麼我們知道這個是Alpha射線 這一組是Beta射線 這種加碼射線 一定要講到這個探測器的一些原理 如果探測器 我們一定會講一個叫做 一個Bubble Chamber 或者一個Cloud Chamber 一個雲室 或者一個普室 一個這樣的字眼 如果講Cloud Chamber 其實是講中學程度的實驗室 都做得到出來的 基本上我們就將一些 做一些原完全全擁有一個很凍 而是飽和的一個走晶的氣體 放在一个空间里面 然后容许这个辐射的射线 在这个很饱和的酒精的气体里面去画过 于是乎这个这样的气体画过的时候 这个辐射射线画过的时候 就能够令到这个饱和了的这样的气体 突然之间凝结了出来 而且凝结是会沿着这个放射性元素 走过的路径 这个放射性的粒子走过的路径来去凝结 留下一个痕迹给我们看得到 如果我们适当地在这个环境里面 加一个磁场在这里的时候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磁力和带电的粒子是有相互作用 带正电粒子和带负电的粒子 它走的方向会有不同 而且越重的粒子 它被改变路径就改变得越少 但是越轻的粒子 它被磁场改变的路径就会改变得越多 不带电的粒子 它就直行直过 完全不受这个磁场的影响 但是它们三者之间 比如说中子不带电荷的 加玛射线不带电荷的 然后电子是带负电的 β射线带负电的 α射线带正电的 基本上它在一个这样的云室里面 加了磁场之后 它们会有不同的路径 路径弯曲程度也可能有不同 由这些这样的特质 基本上我们发现了这些这样 由某某矿石给出来的 这些这样的放射性的辐射 是在一个云室里面 会走不同的路径 所以我们就知道 它们里面有不同的东西 甚至乎有人就试过 将这个α射线的射线源 去射下去一些害器那里 然后就会发觉 有一个直角的路径走出来 由这个直角的路径 结合我们力学的知识 其实我们就知道 这个α射线本身 就是一个害器 跟害器一样那么重的 一种这样的粒子来的 当然了 这里我们就没有一个图 给大家去看 但大约大家知道就是说 很多时候我们要量一下 这种辐射 就是去量一下这种辐射 去跟周围的某一个环境的相互作用 我们将这种环境设计得很好的时候 这种环境可以告诉我们 这种辐射本身一个物理的特性 我们将它放在一些害器的时候 我们就会更加容易知道 它是一种α射线就是一个害器的原子核 另外 譬如说我们给任何的其他电池作用 都干扰不了它的路径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是一些不带电的物体 然后甚至乎就是说 如果这种中指射线去射到一些跟它差不多重量的物质的时候 亦都会给出其他的效应出来 而是加码射线给不到的时候 我们都可以分得出 究竟这个中性的射线是加码射线 还是中指的射线 这个就是测量的一个原理 在这一节我特别想说另外一种辐射的射线 它是不是在地球上面去见到的 而是在宇宙上面找回来的 就是一些宇宙的射线 Cosmic Ray 那为什么要特意这样去提论呢 因为我们发觉抬头望上天 由宇宙比出来的那些宇宙射线 跟我们在地球上面找到的射线 很多时候不一样 而且比出来一些很特别的效果 首先最不一样的就是它的能量是可以很不一样的 能量出其地高 高到就是说我们基本上不是那么容易理解 这些宇宙射线为什么可以产生出来 在地球上面人工能够产生到最强的一个射线 我们就会说基本上就是在瑞士那里的粒子加速器 最近的数据就可以给出这些这样的 譬如说给一个质子下去 它就能够将它加速到13乘上10的12次方的一个电子幅 即是说13后面加12.0 一个这么大的数目 我们知道电离辐射的范围 基本上由10个电子幅就开始了 10个电子幅和13后面加12.0 这么多的电子幅 的确确就是差了10的12次方这么多倍 由这个这么大的范围 即是都是属于电离辐射的范围 可以看到就是说 不止了 这个数字就可以继续大上去 地球上面产生到的这样的能量 最多就是去到13乘上10的12次方 13后面有12.0 这么多的电子幅 而我可以告诉大家 就是说 宇宙射线 我们所调到一些宇宙射线的能量 有些更高过我们地球上面 这个最强的粒子加速器 能够产生到的粒子能量 那么大家就会很疑惑了 我们的宇宙竟然可以是一个 比起我们地球科技能力高 这么多的粒子加速器 而这些这样的宇宙射线是怎么来的呢 背后又有什么机制 可以令到它产生这么高的能量呢 这个都是成为了一个天文堂 里面一个很引人入胜的问题 即是一个问题来的 那么好了 这些宇宙射线其实都有好几种的 主要其实我们比较容易找到的就是说 由太阳而来的 这些太阳射线 太阳风或者叫做 太阳给出来 就很容易给到一些电子 和一些质子出来的 因为它很热 在它上面的外围的氢气 就会被电离了 处于一个离子化的状态 它不再是一个很稳定的外围电子 围绕着一粒质子去转 而是这些质子和电子 拆开了 然后它就各自下 由自己的路径 由太阳那里 被踢到去 这个太阳系的其他地方 有部分打了来 我们的地球那里 当然会和我们地球的磁场 是相互作用 那么北极光 就是一个这样去来的 就是由这个太阳的射线这样去来 那么当然了 除了太阳以外 宇宙其他角落 亦都会给到其他高能量的射线 而且能量可以比起太阳 风比出来的能量的吸数 可以是更加高 这个就是更加引人入胜的地方 我们 由这里可以看到 我们了解太阳 产生粒子的机制 并不足够 我们一定要想想 在宇宙的其他的深处 会不会亦都有其他的机制 去产生到一些 那么强劲的大电粒子 来去从而被我们地球去量度 在这里可以提一提了 其实呢 其中一位很出名的物理学家 Fermy 他亦都提出一个很有趣的理论 就是说呢 如果在宇宙里面 某一个角落 有两片星云 这两片星云 可能各自内部 拥有一个很强的磁场 得而且在天文学上来说 拥有强磁场的物体 可以是很多很多的 譬如说 宗子星本身就是一个 可以有极强磁场的一个物件 而它的磁场 比起我们地球上面 任何科技能够产生的磁场 都还要高很多倍 这些这样的磁场 产生了出来之后 它带着牵引着 可能周围有很多的气体 上面如果有一个带电粒子 在这个宗子星 或者其他很重磁场的星云走过的时候 它就会有一个 粒子加速器转圈的效应 就会在它外围转圈 当然了 这一个这样的星云 或者这些这样的星体 它有时未必 或者是因缘制惠地 它将某一种的带电粒子 牵引了过来之后 改变了方向 然后就把它扔了出去 然后就是说 很多这些这样的 带着磁场的这些这样的天体 它有时互相靠近的时候 刚巧得这么巧 互相靠近 准备去撞在一起的时候 如果中间的这一个 这样的带电粒子 在它们之间 不停地来回去运动 然后这两件物体 也都越来越近的时候 这个情形就会出现 好像 我们用两块板 夹着两块带波板 一路去打带波 然后将带波板 中间的空间 越来越收窄 我们就会看到带波 在这两块带波板之间 越朗越急 越来越急 撞得越来越激烈 而且随着我们 越来越收窄 它本身的速度 也都会越来越高 这种情形 如果出现在天文来说 我们就会出现了 两个星云 去牵引着一些带电粒子 从而令到这些带电粒子 越来越快 越来越快 最后 不知为什么 扔了出来 经历了很长时间之后 没有遮挡 有一天 撞到我们的地球大气 让我们去观察得到 而在这里观察 又要问一问 就是又要大家想一样 在这个天文学观察里面 量度这些宇宙射线 一点都不简单 因为我们很少 可以单独一粒 这样的宇宙射线 去量度到 除非我们将一些 这样的探测器 直接去摆在太空那里 我们就能够 绕过这个大气层的干扰 去直接量度到 这些高能量的宇宙射线 而同样就是说 我们去设计一个仪器 这个仪器 可能要很大的能量 才能够令到中间通电 从而产生一个讯号 如果射入去的 幅射能量不够高的时候 基本上就不会有 任何的讯号 量度到 但是很奇怪 就是说 在大约 其实都有100年前 有科学家曾经把这些 专系对辐射有反应的 这些探测器 摆在一个热气球上 升高它 发现很有趣的就是说 升了几公里高 已经发觉 随着高度越高 那个感应器 能够量到的讯号就越多 就是说 因为其他辐射穿过它的时候 而产生到一个电流默充的结果 随着这个探测器 摆在地面越高 出现得越频繁 所以我们就知道 似乎就是说 我们越靠近这个宇宙的时候 我们面对到的辐射就会越多 的而且是 在负责驾飞机 或者在空中服务的人员 经常要飞的人 去吸收的辐射 是会特别高的 甚至乎就是说 有人说 孕婦如果在怀孕开头的几个月 最好就不要坐飞机了 可能就是因为压力的大小 会影响到胎的运动 甚至乎辐射 亦都是另外一个影响的途径 所以会为这个怀孕中间的过程 带来更加多的不确定性 我们知道就是说 宇宙射线这件事 越高我们能够量到越多 而为什么会越近地面 反而会量得越少呢 很容易连上到 一定是跟我们的大气层有关 我们的大气 就会不多不少 挡住了一些宇宙的射线 你可以说是一种保护的作用 如果我们真的 没有了这些大气层去保护的时候 我们就会暴露 在更加多的高能宇宙射线之下 那这个大气层 就像一个盾牌那样 当有一个宇宙射线打下来的时候 然后呢 在这个大气里面 可能有淡气 有氧气 当它打到这些淡气和氧气的原子核的时候 它会产生一连串的连锁反应 它不会这样撞完一下就停下了 它可能撞到其他东西 继续去产生其他没有那么高能量 但是都算高能射线 然后就一直有一个连锁反应 撞到其他东西 所以我们会说呢 当某一个的宇宙射线射入来 这个大气层上面某一点的时候 它会产生出来连锁反应 最后会设到 一大达范围 会有一个宇宙射线的讯号 可以夸张点说 亦都很实在的就是说 如果我们将一些 专门去量度这些宇宙而来的射线 向着上面 天上面量度的这些这样的探测器 摆在香港这些大楼的天台上面的时候 当有一个宇宙射线 真的打了上去 这个香港对上空的大气层的时候 最后你会发觉同一时间 但在香港很多的角落都会突然之间 设到有一个讯号 因为 这一个一粒而来的宇宙射线 去最后产生出来的 那一大堆的副产品 那一堆的辐射 就会分散在一个 好像以花灑形式 分散在一个很大的范围 这个范围可能在说 整个九龙那么大 或者再大一点都不奇怪 于是乎就令到我们突然之间 在 只在香港这个地方 突然之间 夺到一个 很强烈的 一个的宇宙射线的讯号 那这个宇宙射线 亦都带来一些粒子 物理学的发现 如果大家还记得 我们在早几集里面 讲到这个粒子 标准模型的时候 其中有一个粒子 叫做Mu子 Mu子的发现 直接就是和这个 宇宙射线有关 因为这个高能宇宙射线 它会产生大量的其他的 譬如Pi戒指 一些其他的粒子 这些这样的戒指 它有机会 是以一个 正反物质的Mu子形式 来去分 即是去衰变出来 于是乎 有部分的 这些这样的Mu子 就可以穿过一个 在一个大气层里面 比较深入一点的地方 去产生 打了下来 这个地面 让我们看到 当然了 还要结合一个相对论效应 才能够令到我们 度到的成果更加大 可以就是说 这个Mu子的发现 就不需要我们 去自己 起一个粒子加速器 来给我们看 我们发觉 纯粹度下 由这个宇宙射线 给出来的那些反应 都能够 去给到 一些Mu子 能够给我们去度到 所以说 对于Mu子发现来说 我们是幸运的 因为有宇宙射线 给到我们去看 证明到给我们去看 这里还未说完 还可以加多一点点 其实还有一些 其他宇宙射线 能量都可以很高 亦都经常会打下来 但我们可以 几乎完全感受不到 这个就是 鬼魅的一粒子 中微子 亦都是其中一个 可以说是 宇宙射线的来源 它比较少 在辐射这个范畴去讨论 因为我们人体 基本上 很难去感受到 这些中微子 你可以想象一下 刚才我们说 宗子本身 和电子 去做一个比较 宗子它本身 虽然很大 但是因为它不带电 所以它穿透力 都是比较强 而这个电子 它因为很小的缘故 所以就算它带电 它都有一个比较强的穿透力 如果大家想象一下 如果世界上存在于 有一粒子 不带电之余 它比起宗子小粒很多 那你猜一下 它的穿透力 会比宗子强 还是弱呢 那我就会说 一定是比宗子强得多 首先因为它不带电 它起码 那穿透力不会弱 过宗子 但是它因为更小粒 它能够撞到其他东西的 机会率 就会更加低 所以它的穿透力 一定会更加强 所以如果你会说 如果我说中微子的穿透能力 我就甚至会说 它是在那么多粒子里面 是最强的 它比加马蛇线更要强的 而它特意去量到这些中微子 就真的要设计一个 非常之精密的粒子实验 就是我在说 譬如说日本这些国家 譬如说神光 这种这样的中微子探测器 就是其中一个 用一个非常之大光水 我们就希望这些这样的中微子 宇宙里面的中微子 去产生出来的时候 能够很慷慨地 突然之间 去跟我们这个原子核里面 产生一些弱的相互作用 从而令到我们这个原子核 有一个的反应 改变了出来 令到我们感受到 这个中微子的存在 所以这里这么多粒子里面 中微子是最迟的 它能够被人发现 因为它是最难 才被人量到的 那这里再零碎些 给一个资料出来 由这个宇宙里面 给出来的中子射线 因为在这个宇宙射线里面 有很多种不同的种类 可以是高能量的质子 可以是中微子 甚至乎 你说有其他的高能量电子 一样可以 另外亦都可以 有高能量的中子 亦都给了出来 那很明显就是 由一些太空深处 其他的反应 给出来的一个结果 那这些中子 它对于我们大气层 有什么作用呢 当它撞到我们大气层里面 这些淡气的原子核的时候 它就会产生 这一个这样的反应 它就会产生 一个碳十四的元素 那大家大约估到 我想说什么 碳十四呢 如果说到 它最大的一个能力 就是它可以帮我们做考古 因为碳十四这个元素 它拥有的半需期 就是五千七百年左右 一个在人类文明 一个比较主流的一个时间 因为我们在说 人类文明 都是上千年的这个数量级 而最特别的就是 它是碳元素 我们在说 人的生命 基本上有机物里面 碳是不可或缺的 所以我们会说 如果我们找到一样有机物质 它的同位数 是拥有一个 和人类文明 差不多长度的时候 它在考古的研究 是非常有用的 正常来说 随便在地面上面 找一个有机的物质 因为它长期暴露 在一个稳定的 一个碳十四 产生的一个效率之下 因为这个宇宙射线 促使到这个碳十四的产生 所以我们在地面上面 这个碳十四的产生 基本上就是 维持一个很稳定的一个频率 因为宇宙射线 基本上就是说 在整个宇宙历史里面 变化不会太多太少 尤其是人类文明 这个时间里面 应该不会出现一个 非常之急剧的 这些这样的宇宙射线变化 所以如果突然间 有一件物件 它被埋在地底 停止去和这个地面世界 去任何接触的时候 它上面的碳十四 那个的浓度 就会随着时间 是一路慢慢去减低 就会 维持不到 它在地面的时候 那个碳十四的浓度 那藉着这个特质 就帮我们去做 这个碳十四的研究 来去做考古 就看看这件物质 本身 它是离我们 今天的年代 有多远 这些东西 就不小心提到 一个宇宙射线 这个幅射的结果 如何去导致 这个粒子物理的发现 以及如何去帮助我们 做这个天文的研究 以及如何去帮助我们 去做这个考古学的发现 这些大体上 这次第三十二讲 就叫做围绕着辐射 去做了一个小小的介绍 那我们在未来的集数 尤其是下一集 我们就更加讲 有了这个核子的科学之后 那我们是如何去利用它 在一些人类文明之间的用途 那我们会在下一集 再跟大家讲多一点的 那这个第三十二讲 来到这里 那我们下一次再见 拜拜